各位好,我是大叔,歡迎來觀看Don't Stop 陪害2的遊戲影片 那這次也是一樣,以七天為一個週集,然後錄下我這七天的過程 那在過程中大部分都是這樣的,差不多都是找資源,要不然就是找一些東西 那間階段我想要來去出航找一下有關於前往下一個世界的零件 因為畢竟不出去找一找也不可能會自動跑到我身邊 那就開始吧 那現在是晚上的關係,所以沒辦法出去 那後來 英文的Wiki有出一個 跟那海大王交易的交換物品的方式 也不是說方式啦,是交換的東西 那大多數是給吃的比較多 那又給物品啦,但是有些物品我 則是完全沒有拿到過 那如果說各位有興趣,有玩過這個遊戲又想要知道的話 我會在顯示諮詢的那一格放上 Wiki的影片 不是Wiki的影片,是Wiki的連結 那各位可以點進去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換 我差點忘了,這邊有一個寶藏我們都還沒去看過 好,那就先這樣吧 那關於食譜方面我盡力了 因為我對於這個東西 不是很熟悉啦 那 也沒辦法說一定記得 怎麼生長出來的聲音 這麼的有趣 好,那現在 要準備進入冬天的階段 可以的話我想做一個冰箱 好,那我們中完這個東西就準備離開了 那蜜蜂也差不多 採集一下吧 喔,酸耶 好,那走吧 開始之前先把資源採收一下 好,我突然改變新音了 我先準備一點吃的東西再去 再去挖那個東西好了 因為我的飢餓是快見底了 那我記得我有做 做那個釣竿 我找一下喔 OK,這邊 那先來去釣幾隻魚做 幾個魚塊 那現階段差不多要準備下魚了 蛇皮的衣服要開始準備了 那在上個影片中 我發現為什麼我的沙子會突然不見了 因為我碰到水了 碰到海水,結果那些 沙子就 40塊 30幾個沙子吧 就這麼消失了 我真是覺得歐死 那魚塊我大概知道怎麼做 但是 很多材料都浪費掉 不過沒關係 應該是沒有怪物 沒有怪物清王 都被我解決了 這邊有一個怪物喔 好,那可以做 那給各位看一下 魚塊怎麼做 這個是 這個是我目前 唯一對得最清楚的製作方式 那因為我裝一個MOD 可以讓我知道說 我這樣配到底可以做什麼東西 算是對我這個 笨蛋而言最好的東西 好,沒錯 愉快 那就走吧 好,我們蜘蛛收了兩隻 不錯不錯 嗯,快要20了 欸我的 我的虎頭咧 摩頭爆了嗎 好 魚塊出來了 蛤,補這麼少 好吧 那我可能再記一下 要再記一下哪一個 補的比較多 沒記錯的應該是 盾肉 盾肉 補的比較多 好吧 先做一個魚湯好了 要不然也快餓死了 好吧,魚湯 這時候游動必沒有 這時候游動必沒有 喔,又回來零 OK 冰盾圍殺突然給我 給我上船去 那我的武器又快要Port 所以 欸,總會是魚塊 那這個也蠻不準的嘛 挺意外的 挺意外的 那補血補最多的就是 海陸大亨啦 那我一點忘記它是怎麼配的 不過 好像是兩個怪物肉加兩個彈壺 就可以錯 那它是補血補蠻多的 大概 60HP左右 那海盜帽它的功用是 你在晚上也會加理事 那早上也會加 那早上加的比較多 算了 算了,黃油直接吃了 那黃油獲得的房子 目前就只能 打蝴蝶得到 那 分出來的機率大概是2%左右 那我現在個人覺得啦 中毒5技真的不怎麼 好用就是 喔,那我們去 找兩個 塵壺 就可以做 海陸大亨 很好,輕輕鬆鬆 或者是做肉丸 雖然有點浪費啦 這個是蜂蜜排骨 還蠻不錯的 看來我有必要再燒 燒樹了 嗯,下雨 好腦丁的天氣 好,再一次 嗯 怎麼都是這些 這些植物咧 算了 好,繼續送 那等這 今天過完以後 就真的要去挖了 每次講說要去挖 啊,結果都 好久才去 好,加蠻多的 不錯 那就先來砍一點 支援吧 那 離那個花朵遠一點 避免它被吹掉 那這是遊戲設定的啦 你只要 離這個畫面遠一點 離這個畫面遠一點 那麼你的東西 在這個範圍 譬如說這朵花 只要離開它的視線 那這朵花就會被 大風給摧爛 然後 我的 對 然後再燒 一個 嗯 天啊,暗 不要跑,拜託 謝謝 三個藤壺 再加一個 冰塊 可以做一個 等虎湯 奇怪,為什麼我的人 我的人物 飢餓得特別快 唉 好,波蘭角 讚喔 這邊有個藤壺 那拿完造好以後 就 這次 就真的要來這邊 挖東西了 那有這個 真的 方便多了 真的 好 帶來 帶來去 採收一個 藤壺 OK 都融光了 欸,不是三個 是 一個 三個藤壺 然後一個 冰 是我記錯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各位 我記性不好 真抱歉 然後再一個 那 準備帶一個冰吧 這是 預防萬一 那 我看過 有人 拉 拉那個 拉發 得到 這就不要 得到加速杖 真心覺得 真的超好運的 角色速度真的是 差很多 有了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蛋 有了 為那個 為那個 小鳥 來,幫我生蛋 那,謝謝 好,波蘭餃子 啊,不這麼少 我記錯了 那這個拿完以後 等一下就去那邊 過月 那先來準備一個 石頭老了 因為 石頭稍微能防火啦 那木頭 沒有石頭的話 就很難防火 兩個木板 OK 好,正式的 出發了 那我到現在還沒有撈過 龍蝦就是 現在海流是 往下等 讓它小心一點 好,我們到了 好,我們到了 那就在這邊 炸營啊 好,再過幾天就是 滿月了 那 沒想到我的碎石 快沒有了 恩 才令我訝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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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從頭開始嘛 那一樣七天 不過這七天應該會很無聊就是了 因為都是以菜資源為優先 那這位老婆婆她沒辦法用睡袋睡覺 那因此在夏天的時候 沒辦法用睡覺的方式 調過隱石砸下來的情況 只能靠自己走位 那這個人物的理智是遊戲中最高的 那扣掉機器人升級以外 那她是可以做這個特殊的書本 那作用是什麼我還 我沒有去理解 那唯一我知道的是說 它可以加速 作物生長的速度 念完書本馬上就直接長完了 超厲害的 在托了連線的時候 這隻角色還算 蠻有幫助的 那先來做石頭 鎬子 那這裡我也不會回來了 那就直接敲墜 那蠻多人都喜歡用科學家 是因為他 可以製造自己的那個 復活雕像 那其他人則是要找 那些 復活儀式 才能那個 復活 好 再來是砍樹 來砍椰子樹吧 看來這邊都是 小的 野子樹巨多 沒有大的 真討厭 到這樣看來我永遠是沒辦法到達 Word2的 唉 真的是齁 那以我看這個遊戲 大概又是 連載不玩 沒辦法做一個 做一個段落 又非得這樣搞人不行嗎 真的是 那比起挑食是比不上那個 有一個微精人的角色 他真的是非常挑食 那他挑食點是說 他只吃肉 不吃蔬菜類的 也包括 糖果 還有蜂蜜之類的 但如果做出像我剛剛那樣子的 蜂蜜排骨的話 他就只會吃了 然後先做一個 有了這邊 那我本身是沒有用過這個角色 這 這一次算是我第一次使用 所以 不太理解說 他這角色的 特色是什麼 那特色除了像我剛剛說 他可以做書本以外 其他的 怎麼樣 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沒想到開始 他就可以做鏟子了 真不錯 那他這個角色本身是一位 圖書館的員工 那他本身知識比較豐沛 那以我猜可能是因為這樣 他才可以 初期做這個 一些需要解鎖的 解鎖的那個東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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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沒想到他一開始 蠻多東西都可以解鎖的 那就直接往 二階的 二階的那個 二階的科技座吧 沒想到這邊 森林這麼密 嗯 感覺來一把火 欸 黃油在呢 ok 再燒一次吧 好 剛剛怒劇全部都燒個金光 好 看啊 在那邊 可能 在那邊 都沒了 很可怕 在那裡 我看 他很可怕 然後 好 要晚上了 那這邊也快被我燒個金光了 無所謂啦 反正我剛的怒氣也不止於此而已 好 那麼 木炭順利的 順利的收集到最滿的 沒想到這麼快 之前 要嘛就是樹木太少 要嘛就是石頭很多 要嘛就是兩面一框 兩面一個島的情況 還差一顆蛋就可以 這個是植物可以直接生長出來 那這個我就不知道幹嘛 沒關係到時候看一下 這是在做什麼東西的 就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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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觉得这个岛还蛮大的 可惜啊 我太早收割了 太早下定义这个 这座岛是一座烂桶 要不然 我有可能会选择在这边定居啊 那只差在没有金属石头 那我目前为止过得还算不错啦 也只有一开始而已 后面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回事了 那这座岛 树枝比较缺 其他的还算OK 除了没有猪人以外 这座岛真的还不错 好 那我再砍一些木头 准备好了就可以离开这座小岛 希望再来一颗 再来一颗蛋就好了 就只要一颗 要鸡蛋给香蕉 这个也是 再来一颗蛋 这边就用了一颗蛋 来一颗蛋 可以吗 要快点 再来一颗蛋 好 我来一颗蛋 看 我来一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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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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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